許久沒公開露面的小樂 吳思賢 這次擔任戲劇競賽推廣人 歷經和創片公司節約 以及肺炎疫情等波折 小樂的新專輯 可是讓粉絲們等到話而逗卸聊 其實專輯說實話 有已經籌備的 應該可以說是 其實是完成了 對 那現在 因為大家應該也很清楚 其實現在的時機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我們 如果就算是專輯發了 也有很多活動是不能舉辦的 對 我們是肯定以防疫為第一優先 絕對不會讓大家冒這個風險 不管是我的粉絲也好 或是我的工作人員都是 我覺得這種時候是大家 的確應該避免 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時候 希望我的粉絲可以再等一下 期待一下 就是等這個疫情大家真的穩定了 我會很快出來跟大家見面 雖然工作受到影響 但小樂也多了些自己的時間 日前不但上傳樂汗飛飛的合照 他也透露黑飯一家的近況 一樣 就越來越皮 然後越來越像我老闆黑哥 就是 所以不知道是好是壞 沒有 當然是好事 就是我覺得他們兩個很可愛 然後很搞笑 范姐非常好 就是 依舊美麗 對 那 就是他 就是沒有什麼變 對 也滿奇怪的 不知道他都吃什麼 而為了防疫 最近都待在家裡的小樂 最大的樂趣就是追劇啦 我覺得自己因為本來也算偏窄 所以這方面對我來說 還滿好 滿好達成的 自己其實就最近也滿少出門 最近剛看完像Kindle 然後還有那個黎泰苑 對 那自己非常喜歡 樸敘君這個演員 因為覺得他演技非常好 自己是常常在家裡 在那邊模仿他學習 對 有時候會叫經紀人陪我一起演 你陪我一起演 在這邊 不行啦 這種這麼近的 現在疫情不適合之後 演僵屍可以嗎 演僵屍可以喔 真的 我覺得我演僵屍蠻厲害的 就那種 現在 大家剛剛講那個僵屍 我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拍個影片娛樂大家 除了期待小樂承諾的僵屍影片 也希望疫情可以趕快趨緩 讓大家早日看到小樂的音樂 和戲劇作品啦 完全娛樂採訪報導 成功跨讀電視 以及新媒體版圖的 完全娛樂節目 不僅娛樂專業受好評 更不停刷新新紀錄 恭喜 恭喜 YouTube頻道 要到新的目標 五月天 把你們作為一個片頭Jingle 開播二十四年 完全娛樂成為 各界最信任的娛樂品牌 娛樂圈焦點 華人娛樂第一指標 無論是打開電視或是 連上網路 就是要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